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业内人士暗示恋爱四年 热发在线怀孕风波 素颜视频引热议 迪丽热发和黄景瑜曾在2019年合作过幸福 触手可及电视剧 两人因此传出绯闻 四年过去了 两人从来没有正面回应过这段恋情 但也没有否认 加上网上的照片真真假假 网友一时分辨不清他们到底是真还是假 迪丽热发工作室倒是一直在发声明辟谣 称网上所转都是不实消息 但对于恋情 依然是故左右而言他 没有正面回应 2月9日 超能摄影杨杨突然发文称大概算了一下 应该还数兔 10月左右 下面配的是迪丽热发穿着宽松大衣的视频 光从照片看 厚重的大衣确实把迪丽热发 衬托的有些臃肿肥胖 腰身也显得特别粗壮圆润 好身材完全被遮挡了 但是因为是冬天 光凭一张照片也无法证实热发已经怀孕 从超能摄影杨杨自信的表情来看 他又胸有成竹 一是胜利在握的样子 让吃瓜群众一时找不到北 随后 迪丽热巴工作室再次辟谣 称近期造谣者猖狂无比 以对相关言论进行取证 下一步将用法律武器进行维权 工作室还列出一堆营销账号 其中就有超能摄影洋洋 这边刚辟完谣 没想到2月11日 迪丽热巴再次卷入怀孕风波 而这次爆料者不是狗子 而是幸福 触手可及剧组的工作人员 算是业内人士吧 他发文称 四年了 是真爱 祝福 短短八个字 却透露出很多信息 有网友认出 该博主正是幸福 触手可及剧组的工作人员 之前还设置过一条 仅自己可见的私密博 据悉幸福 触手可及于2019年9月开机 同年12月杀青 一共拍摄了99天 网友掐指一算 从开机到现在 时间正好是四年 可以推断两人从拍摄期 就已经开始交往恋爱 所以 该博主的爆料可信度也大大提高 因为在剧集播出期间 他同时要到了黄景瑜和热巴的签名照 一般不是剧组工作人员 这个难度很大 2月12日董瓜瓜放出顶流明星恋情瓜的消息 加上黄景瑜又吉利撇清和前任的关系 很难不让人联系到是跟迪丽热巴有关 如果真的怀孕 随着肚子一天天大起来 自然是瞒不住的 也有博主透露情人节这天可能会有大事发生 而这个大事 网友猜测说的就是热巴 大概会选情人节这天官宣吧 此外 最近迪丽热巴的DIOR新物料视频 也引发网友的热议 视频里 热巴没有化妆 纯素颜出镜 即使是用了高白滤镜 还是能看出面色憔悴 眼带很大 脸部也有些浮肿 有网友第一眼看到就表示有一股子韵箱 状态不像是平日精致的他 所以 难免引发网友猜测 不会是真的怀上了吧 总之 时间是最好的证明 如果几个月后 热巴还能正常参加活动 肚子没大起来 就说明没有怀孕 现在光靠猜 只会增添烦恼 此前 迪丽热巴说过 自己会在30岁之前把自己嫁掉 如果真找到真爱 也祝福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